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九鬼九直播周末为您带来的 精彩赛事直播 这是2021年全国羽毛球 冠军赛 即14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的 资格赛 马上在1号场地将要进行的 这是男子团体的一场 半决赛由浙江队 对阵江苏队 双方第一单的比赛 已经开始了 代表江苏出战一单的 这是石宇齐 与他隔往相对的 代表浙江出战南单的是黄宇祥 在2号场地上的另外一场的 南团的半决赛是由福建队 对阵湖南队 我们看到石宇齐开场以后 整个的速度节奏 还是要比黄宇祥要快一些 下压居多 尽量的能够率先的发动进攻 进往短球 勾对脚 这球没有过来 1-3 2-3 这次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它也是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的资格赛 它一共有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的450多名运动员 参加了今年的这个羽毛球冠军赛 有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 国家一队 国家二队 基本上是涵盖了现在国内最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 这个比赛呢 是从4月17号开始 到5月2号结束 是在河南的省会郑州来开打 这球接发球接得很漂亮 接发球黄宇祥对上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 这个正手的这个接发球的快搓 搓得很到位 杀中路 批 回放 好球 这一拍球我们看到 是与其还是在往前抓到了对方的这个回挫 所以呢正手呢快速的一个勾对角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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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下压 下压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很可惜啊 这一车没有能够过来 4比6 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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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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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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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6 6 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呢有出底线的嫌疑 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呢有出底线的嫌疑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下手 选择把这个球救回来 7 7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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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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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1 这个球 黄玉祥是控制施宇奇的两个底线 在头顶区 视于其这一拍突击直线 还是相当的尖 非常犀利的一拍 进攻 这球还是连贯的很漂亮 这下连贯非常的精彩 到位很早 然后放这个往前球的质量很高 然后直接再往前就等着抓对方 刷直线 推对方后底线 变速变节奏 好球好球 半场的平抽打 这球我们看黄玉祥突然间的一个简历的挡网 加上 软压了一排 这球黄玉祥也是有点犹豫 所以给的球不够到对方的后顶线 被施与琪抓住了机会 在头顶区突击对角 接发球出现失误 这是在第一局的前半段 黄玉祥为数不多的自身的主动失误 第一局的间歇 在一号场进行的是男团的半决赛 浙江对阵江苏 就是您看到的这场球 在二号场地进行的是 另外一场男团半决赛 福建对阵湖南 三号场地和四号场地 进行的是两场女团的半决赛 分别是湖北对阵浙江 还有福建对阵湖南 明天将要进行的 就是男团和女团的决赛 刷直线 这球就刷完了有点连贯不上 是与其这个接刷挡对角很漂亮 这球擦着网带过来 所以像这种后场跃起的这种杀球 其实还是要注意脚下的连贯 如果你全力刷的话 有时候你落地以后 你再想往前蹬 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一些 就是会引起一些 你发力过猛以后 你落地以后 你脚下其实有点连贯不上 这个时候就会含到的 有点连贯不上 留意就会打破了 我说了 你说的 我想说 我们下次将有点连贯不上 打入 免贯不上 北京 共产党 都要含 你 都要含 我 那身 他 现在 是 这球其实 试语期还是有点可惜的 前面接杀其实接得不错 最后这个反拍的一个过渡球 自己的要求有点高 接杀接得不错 好球 漂亮 这球黄宇祥的一个勾兑角 这球非常犀利我们看 其实点有点低了 但是我们看黄宇祥 这个勾兑角确实是质量很高 擦着那个网带 落到了试语期的场地上 杀中路 从两个人 就是这种突击进攻的威力上来讲 还是试语期要比黄宇祥要好 反应很快 这个拍子也是举得非常的及时 杀直线 放网 反拍过渡 反拍过渡 好球 十二 比四五 好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杀中路 双方斗往前 这球好球 汪宇祥是放了一个拱网球 汪宇祥要求换一颗球 杀上网 在网口呢 抢到了这个高顶 十六 所以在这种关键分当中 还是要有你的这个一拍 能够突击对方的这种能力 好球啊 漂亮 这球黄宇祥也是抓得很精彩 十五 对球推的不好 这球汪宇祥推的弧度不够 然后对方侧过身来 一不蹬跳 刚好抓到你这个球 就是借力的一拍 也是打得很快 十六 十六平 戒内 好球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黄宇祥呢 通过往前的控网 这个还是拿到了一些机会 甚至有些分数呢 就直接得分 这段时间我觉得 施宇祥呢 在往前 这个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不够 沙之神 小驰 杀之神 好球 十七 十七 加油 悦起的杀球 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角 推对方的头顶区 软压 这一分我们看到 是打得足够耐心的 看准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 两位球员从整个的进攻上来看 就是突击这一拍 时宇齐的能力 还是要强过防御下 后场的这种进攻的威力上来讲 那另外呢 就是从这种 因为有了后场的这种 突击和进攻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到时宇齐 就是他在变速方面 他有他的优势 这球没办法 这球也是通过往前的控网 所以导致黄宇翔这个挑球呢 是一个半场球 19比17 石宇齐连得2分 19比17 这球还是被石宇齐抓到 发完球以后 你的揭发球突的这一拍 在石宇齐的预料当中 就石宇齐发球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准备你这一拍 判断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现在是18比20 黄宇翔发球 黄宇翔发球 有一个假动作 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好 这球施育齐最后是一个收调 拿下了第一局的局点 21比18 是与其是胜了第一局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局当中 施育齐的进攻还是比较多的 在场上她的这种下压 她的突击 应该说还是为自己赢得了这种优势 而相反我们看到黄宇祥 其实在第一局当中 她的整个的进攻 显得还是比较的单薄 没有什么后场的这种强力的突击 给施育齐造成很大的威胁 有的也只是一些软压 更多的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控球 包括这种节奏变化等等 来跟施育齐相周旋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第一局 整个的这种节奏 还是在施育齐的掌控当中 就是想快了我可以快 想慢了我也可以慢 一看对方比分追进了 我就把速度加起来 利用自己的后场的进攻 这种突击的威胁 能够再次的赢得比分上的优势 第二局,比赛开始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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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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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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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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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第0 放开球 1 第2 这是施玉琪呢 在自己的进攻当中 头顶突击对角 出现失误 放开球 3 1 放开球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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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放开球 4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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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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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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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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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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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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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这是一个机会 很可惜 是与其 5比9 其实抓到了对方的 这个反拍的过渡球 自己的进攻 要求的落点过尖 加油 再看一下 很难讲 这个球 落点非常接近 四线是盼着界外 第二局的间歇 黄一祥呢 在第二局 我们可以看到 增加了一些后场的进攻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呢 就是可能受到了 场地的这种风向的影响 可能在屏幕上方的 这个场地上 可能有点顺风 所以我觉得 黄一祥的这个 就是进攻 并没有收到一些 太好的效果 相反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换到了 屏幕下方的这个场地上 我觉得施宇齐 打得要更加放松一些 11 B5 放开球 这是脚底下 还是没有到位 这施宇齐 就光靠手上了 其实这个球 脚底下需要他做出 更加积极的 更加灵活的调整 这脚底下没动 这是施宇齐的反击 所以比较两个人 后场的突击能力 还是施宇齐 要更胜一筹 放发球 这球是一个界内的好球 头顶突击对角 这球没压住 这球施宇齐上了还是 就这一拍的出球 我觉得黄雨祥应该是 以为对方要放一个短的 但是没想到 施宇齐把这个球 挑到了他的后顶线 爆发球 8 比14 下压 这球施宇齐回的不好 因为对方已经站到了前半场 就中前半场这个位置 这球你还往这儿给 这等于是送到对方手里 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 黄雨祥其实是加强了 自己的后场的这种下压和进攻 这个比他在第一局当中 这个后场的突击比例 增加了还是不小的 10 比14 10 比14 11 比14 再停顿地放网 再杀 这球我们看到施宇齐的连贯 就始终保持对对方的压力 这球黄雨祥有一点 就是分腿垫步的时候 感觉他这个左脚没有蹬住 可能地上也有一些汗水 现在需要可能工作人员 清理一下这个场地 第一比赛 十五 比十一 十五 比十一 一 比赛 一 选 比赛 第二 三 八 五 五 六 这球我觉得 施玉琪处理的不好 其实前面它是主动球 但是最后这个反拍的勾对角 这一拍其实处理的并不好 这球其实反拍 直接推到对方头顶的后底线 效果会更好一些 就刚才在往前勾的那一拍对角 让这个黄宇祥其实是缓过来了 施玉琪那一拍算是一个缓手 杀上网的这个连贯啊 就是施玉琪这一拍没有扑下去 就这一下 就你没有扑下去这个球 给到了这个黄宇祥的手里 对于黄宇祥来说呢 这段时间还是要咬紧牙关 要把这个比分呢咬住 对于施玉琪来讲呢 还是要打得更耐心一些 虽然比分领先一局在握 但是还是不能松 军王短球 杀一排中路 这一球出其不易 这关键时刻 我们说运动员的这一拍的突击能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关键分关键时刻 我觉得运动员都会紧张 但是呢你有了这一拍的突击 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杀上网再扑 是吧 是吧 界外 这球反拍的过渡球也是被石宇齐抓到 这是一个篮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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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